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吧 仔细一看 不对劲 它还是一台搭载原生10比特面板 满血HDMI 2.1 带有量子点技术 并且配有分区背光的机器 这样的配置规格在目前的市场上可谓是凤毛麟角 那它的实际表现究竟怎么样呢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首先外观方面 依旧沿用了华硕的经典模具 很多同学应该都很熟悉了 我就从简说了 整体通过卡扣和底部的手拧螺丝将底座 支架和显示器箱连接 背部依然是信仰可调节的RGB大眼 整体做工用料还是一如既往的扎实 加上本就酷炫的外观 现今你依旧可以看到市面上还有很多显示器 模仿这套模具的方案 比如这样 这样 还有这样的 但是到现在依然没有一个能与之相比的 可以说是一直在模仿 从未被超越了 关于它的屏幕 我们还是先过一遍参数吧 这一块32寸 3840x2160 4K分辨率 144Hz刷新率 拥有32个分区背光 采用量子点技术的IPS屏 面板采用的是一块来自友达的IPS面板 型号为M320QAN02.3 同时PG32UQ支持原生10bit的色深 在120Hz下 这个必须好评一下 通过了Display HDR600的认证 支持G-Sync以及AdapticSync方式类技术 参数上还是很强的 那我们来实际测试一下这块屏幕的综合素质 首先由于搭载有量子点技术 使得它的色域覆盖可以达到一个很高的水平 经过我们实测 这块屏幕的色域覆盖达到了99.8%的sRGB 99.5%的Adobe RGB 以及94.2%的D3-P3 虽然并没有达到官方宣传98%的P3覆盖 但是这样的色彩表现已经是非常优秀的了 在IPS屏里属于是妥妥的第一梯队 全局最高亮度为450尼特 对比度为1020比1 为IPS的正常水平 色转德塔E最大1.27 平均0.97 看来也是做过出厂交测工作的 整体的综合素质可以说是非常优秀了 这样优秀的屏幕素质表现 让我想起了我们之前测过的一款机器 那就是LG的PG950 当时的机皇 与这台PG32UQ的参数表现 可以说是十分接近了 都属于比较优秀的水平 而上手这块屏幕的第一观感 就感觉除了屏幕比较通透之外 色彩也比普通的屏幕要鲜艳一些 如果你恰好不喜欢这些比较艳丽的色彩风格的话 也可以在OSD里进行调节 华硕也为这类同学准备了sRGB的色彩模式 看上去就要相对比较正常一些 需要注意的一点是 有一只块屏幕拥有32个分区的区域背光 可以在OSD里控制开关 不过非游戏和观影环节下 还是建议不要打开分区背光 一些画面下还是比较容易看出光运效果的 HDL方面 通过了Display HDL 600的认证 打开HDL之后 屏幕的平均亮度达到了720尼特左右 峰值亮度为740尼特左右 实际的观感还是非常不错的 不过这个时候通过OSD可以发现 屏幕自动打开了区域背光 相比不开区域背光的画面 暗部细节有所增强 这是实际的对比效果 大家更喜欢哪一个呢 另外这台PG32UQ 搭载有两个5W的扬声器 大概是因为之前习惯了 48寸OLED电视级的扬声器 所以目前听到这种 各位瓦数的扬声器 确实是有点 嗯 所以对于我来说 可能是聊生于无的级别 有外放需求的同学 还是建议外界独立的音响 接口方面 除了一个电源接口之外 分别为一个支持DSC协议的DP1.4 两个满血 48GB带宽的HDMI 2.1 一个USB上行 两个USB下行 以及一个3.5毫米音频接口 大概是因为定位游戏电竞 对于办公场景 相对就没有那么照顾 所以对于PG32UQ 并没有配备USB-C口 对于有笔记本一线之连需求的同学来说 可能就不是很适合你们了 实测DP连接 打开电脑DSC功能后 可以支持到4K 144Hz 10bit全色域的输出 HDMI 2.1连接到PS5之后 依然能够支持到4K 4222 120Hz的视频输出 表现还是非常优秀的 对于主机玩家来说 还是挺有诱惑力的 FPS游戏玩家 比较在乎的响应时间上 PG32UQ的响应表现 还是很不错 所以略差于一些 Fast IPS的显示器 但是在IPS中 属于比较优秀的表现 只不过和TN电竞屏相比 还有较大的差距 FPS重度玩家 需要谨慎选择 OSD里一共五档可调OD 默认三档即是最好的一档 拖影控制的最好 也没有肉眼可见的鬼影 四档有轻微鬼影现象 五档鬼影问题就比较严重了 基本处于不可用的状态 这样的表现 对于大多数玩家来说 我觉得是足够用了的 不过相比于FPS游戏来说 PG32UQ显然更适合 游戏玩家里的画面档 而非进机类的速度档 更适合玩3A 以及主机类的游戏 实际体验会好很多 四根分辨率下 极高素质的游戏画面输出 不管是清晰度还是色彩显示 在一众显示器中 都属于顶级的水准 对于喜欢主机3A游戏的同学来说 很大一部分对画质 是有这较高要求的 使用这款显示器玩 主机3A游戏的体验 相信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 OSD方面 华硕自家操作界面 还是比较简洁明了的 同时配合背部的五位摇杆 以及四颗按键 用于对系统的OSD进行操作 也十分的简单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 是一台旗舰的游戏显示器 不过如果你想用它 完成一些对色彩有要求的专业工作 类似修图剪辑之类的 在高色准高色域的覆盖模式下 它还是能基本胜任的 可调节性方面 支持上下100毫米 左右各25度 抚养-5-20度的调节 可以满足基本的调节需求 但是可调节性表现并不算很优秀 加上华硕传统模具下巨大的底座 对于桌子比较小的同学来说 可能并不是很友好 不过华硕依旧是支持壁挂的 拆开背壳 可以看到设计有100x100的万磁镂孔 有条件的同学建议直接上指甲币 最后还有一点小小的建议 原生10比特的面板是非常少见的 目前市面上只要带上原生10比特的字样 那这块屏幕自然就不便宜 我不明白 这样一旦卖一点 华硕却并不怎么宣传 并且需要大家注意的一点是 默认原生10比特的色深 只能在4K120Hz下才能实现 还是建议华硕 可以在OSD里增加相应的选项 或者添加说明 这样对于有需求的用户 可以更加友好一些 总结 PG32UQ的综合素质 可以说是非常优秀了 但8999元的售价 可能已经超出了 绝大多数同学的接受范围 但话又说回来 和LG 红G U派 微星 等大牌等同类型产品的定价 相比来说 其实也相差不多 优秀的屏幕素质和色彩显示 以及出色的做工用料 在一种IPS显示器中 也属于顶级的水平 有着不错的竞争力 唯一缺憾的 也许就是少了一个C口的加持 不过加上本期 有信仰加持的品牌外观 对于那些预算充足 喜欢玩3A大作 以及主机游戏的同学来说 不实为一个不错的选择 好了 这就是本期节目的所有内容了 这里是清廉科技 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 Bye